近日网上曝光了一份2013年明星出厂费大全 帖子中写道最高的是范冰冰130万元 陈奕旭100万元 李宇春和王力宏都是85万元 不过记者调查到文中说汪峰55万元 其实早就已经70万元了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请得到 忘记还要再加钱 李宇春没有文中所说的85万元 大约是70万元 但是他的商演并不多 另外文中说陈奕旭100万元 其实他现在基本不走商演 只卖演唱会 2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电影1942以8项提名领先 赵薇指导的 至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 获导演处女作奖 最佳女主角等6项提名 不过用一些奖项提前颁发 比如今年金鸡百花电影节 首次设立中国电影金鸡奖理论评论奖 在26号的颁奖中 陕西著名电影学者张阿丽 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学者一起 分别斩获了该奖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